早前大爆明星社一阳合同逃税轰动一时的崔永元 前日在微信表示无法忍受国税总局击查局的衙门作风和连天的套话 昨日他又出招公开范冰冰在拍大轰炸的合同称 该合同正是上次所报犯一千万合同的其他细节 崔称范冰冰自己拿了一千万又向剧组报销了一千万 参演三天共拿了两千万正是阴阳合同 崔又指三方合同的丙方又以请范冰冰的名义 拿走六千万元犯向禅使官崔自己 签称表示不知情但围绕着一个演员 相关钱款达八千万元 这当然要调查清楚 据崔公布的合同相片所示 丙方是麒麟影视总裁盲红 其另一名内地著名制片人 崔永元昨晚在公布三份大轰炸合同 全部针对上海合合影视投资公司 该公司有份投资大轰炸 崔表示 这个公司号称三亿拍了大轰炸电影 你们花了十亿都不止好吗 合同没见到十亿十二点亿亿港元花费的去向 但其中一份合约内容摘要写有电影大轰炸 聘用演员范伟担任剧中角色 金额五百万约六百零三万港元 并有图章及上海合合董事长江海洋签名